各位網友大家好 在開始之前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最新開啟的小鈴鐺 讓新片出海馬上通知你 如果方便的話麻煩頂到尾 先來講講樓市消息 近日有兩名資深投資者出貨 其中有一位是太子珠寶中標主席鄧巨明 有消息說物業是赤柱富豪海灣B型丹豪屋 實料面積2767呎 五房成交價6300萬 赤價22768元 而物業則是鄧巨明 在2007年以4400萬買入 次科17年賬面賺1,900萬 相等於期內升值43% 而另一個是 卓浩山頂那資深投資者賴可欣 賣出鴨里洲南灣二座低層A實 實料面積1836呎 成交價3,838萬 赤價2904元 而單位就是賴可欣在2010年 用了4,527萬3千元一手賣入 次科14年賬面虧了689萬 相等於期內貶值15% 不過有代理透露 當年買入這個單位時 價錢是連一個車位 今次賣出就沒有連車位 如果扣除這個車位 現時價值大約200萬 預料山頂奶在這個交易內大約虧500萬 據了解物業買入後一直用了收租 在2022年租約是8萬元 租金回報才大約2厘一 估計是因為租金回報太低 所以才選擇沽貨離場 還有一個資深投資者沽貨 就是高峰期持有過百億物業 人稱收租皇的楊達潮 近日賣出西半山旭和道 龍騰角低層A山 1,216尺三房 成交價是2,080萬 車價是17,105元 二業主子在2010年以1,252萬賣入 次科14年賬面賺560萬 相比期內升值36.8% 有消息 它公司今年最少賣出6個住宅單位 套現超過1億1千萬 除了旭和道 還有博富樓的碧饒灣 炮台山的維多利中心 馬安山的天與海 而楊達潮已經相對穩陣 在2016年曾經一口氣 拿117項物業出來買 住宅是主力 涉及超過25億 當時它接受媒體的查詢 它說這批物業 只佔他們集團所持有的單位數目大約2成 其實這三個人相對比較安全 可能自從有辣椒之後 他們再不可以用公司名買住宅 變得很低調 如果沒有記錯 已經超過10年 沒有聽過你買的東西 現在全面設立沒有阻滯 正常來說是可以吸引早期投資者 用公司名入市 但整班人的反應都冷冰冰 還堅持有出無入 鄧巨明早前接受訪問還好 他說樓市應該就站穩了 不過現在的策略仍然是沽貨為主 現在的貴價樓誰來接 其實就不難發現是換血 主要都是內地人或內地背景人士 另外中原在今天公布樓價指數 CCL最新報137.8天 按週下跌了0.71% 是反映11月初 美國總統大選和聯儲局議息之前一周的市況 楊明兒有這樣的分析 他說市場官網氣氛濃厚 二手成交減慢 樓價連升兩個星期之後回軟 指數仍然高於9月首次減息前的低位 近這七個星期錄到五升兩跌 累計升了1.44% 二手樓市開始出現拉腳 CCL想挑戰140點有阻力 而指數仍然處於超過80的低位 在2016年9月底水平徘徊 2024年樓價累計跌了6.39% 如果與2021年8月歷史高位比跌了27.9% 如果與2024年3月徹拿前的低位比跌了3.64% 另外新世界發展時隔21年再度被剔出藍籌 恆子公司在今天公布季度檢討結果 恆子成份股將會加入快手和東方教育 而新世界發展將會被剔除 變動會在12月6日星期五收市後實施 在12月9日星期一起生效 而恆子成份股就由82隻增加到83隻 而新世界並不是首次被剔出恆子 在2003年的6月曾經被剔出一次 但之後不論經濟和樓市都好一點 在兩年之後他就強勢回歸重新加入 未來還有沒有機會就很難說 因為2005年那時還沒有那麼多中資股 另外港鐵東沖東站一期 去年招標就出現罕見的零標書 時隔大約一年之後 港鐵就將這個項目拆勢重推 繼昨天獲得三十三分二項書之後 今天隨即邀請發展商入標 並在12月18日下午折標 市場有消息說今次的招標條件 與上一次相近 都是由港鐵負責保地價 而發展商只需要支付一筆指定的前期費用 今次的前期費用是3億3千萬 較上一次的11億就減了七成 主要是規模較上一期有所策細 如果以樓面赤價計算 就由去年大約每呎1580元 下條至到每呎1022元 下條幅度大約三成 亦不需要像上一期 為港鐵興建一個百萬八千平方尺的商場 那3億3的前期費用 即是每一個入標的發展商都需要付 現在入標的競頭是什麼呢? 就是與港鐵的分成比例 誰比得多,誰比得多 另外全新盤方面 中國海外為啟得跑道區的現樓項目 維港相轉 今年9月推出首張價單141伙 接實平均赤價18456元 可能叫價太高 說開始收票,但收到沒有影 終於有消息 今晚更新第一號價單 將總折扣最多擴大7% 同時公佈價單2號以及銷售安排 並落實在下星期 以先到先得形式公開發售32伙價單單位 接實赤價由16872元起 首輪銷售單位 包括價單第一A號其中28伙 單位實用面積由247呎到493呎 原本最高折扣只是10% 但一改後就去到10-17% 即是有些減,有些沒有減 最多的就減了7% 接實後售價由471萬9至933萬4 赤價由16872至19315 而福地在中海在2020年12月 以42億7280萬投得 每平方借的樓面地價是13000.09 福地不是太美,只是望九龍灣方向 而當時發展商就說 預計會投資65億 粗略估計每平方借的成本接近2萬 另外跟進一下這兩個六島二手竊樣幹 第一間是日出康城的進海 5B座高層市室491呎 買了635萬 赤價大約12,900 業主在2017年以756萬一手買入 次科7年漲免121萬 相等於16% 第二間是青衣明橋匯 二座高層D室587呎 買了728萬 赤價大約12,400 業主在2019年以8915,000買入 次科5年漲免163萬 相等於186% 第三間是荃灣著月亭東著縣高層A7 475呎 買了615萬 赤價大約12,900 業主在2021年以830萬買入 次科3年漲免215萬 相等於26% 第四間是馬鞍山的納米樓 匯朗一座中層B01室 229呎 買了2797,000 赤價大約12,900 業主在2020年以423萬買入 次科4年漲免1257,000 相等於30% 第五間是保庫地價居屋 馬鞍山錦鷹苑 C座中層057,554呎 買了416萬 赤價大約7500 業主在2017年以480萬買入 次科7年漲免64萬 相等於13% 最後一間是小西灣的南灣半島 8座高層市室8111呎 尿闊海景 買了1,190萬 赤價大約14,600 業主在2019年以1,600萬買入 次科5年漲免410萬 相等於26% 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訂閱留言 LIKE和SHARE 再開啟鈴鐺 如果方便的話 麻煩頂到尾